真心的,最同修,最护法,最大德,大家祈祥阿彌陀佛,阿彌陀佛,今天借这个佛医, 的因缘,再一次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来强化,今天佛医的因缘,就是因为我们大家,特别是我们修净土宗的, 都是要庆祝这个弥陀的圣诞,弥陀的圣诞在几月份呢? 几月份呢?几月份呢? 弥陀的圣诞是在11月17号,就是我们的后天星期一, 那我们倾注弥陀的圣诞呢? 其实它的意义是很广,但是它有主要性有两个, 第一个呢?就是说我们倾注阿彌陀佛的原因就是希望我们的言行, 我们的行为,我们的念头,我们的言语,我们的愿,我们的心, 要跟阿彌陀佛是一致的,你能够把阿彌陀佛的心,因为阿彌陀佛代表一切善, 你能够把这个行为之善,你的言语之善,念头之善,来落实在生活,处事,待人皆无。 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,无论你在哪里,在一切处,一切时,你的心就要跟阿彌陀佛是一样的。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?你来念阿彌陀佛,那这句名号的功德, 你就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,不可思议的。 那不但自己能够得到利益,也能够来帮助别人。 怎么帮助别人呢?他有两种,第一个是从言教,就是为大众言说, 让大家能够了解这句名号的功德,这个法门的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的殊胜, 让能够大家明白,而对西方极的世界无尽的庄严,无尽的美好, 能够深信不疑,能够深信。 向法师为大家来研说这个法门。 第二个最主要的就是你的身教,什么叫做身教呢? 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念佛的好样子,做一个念佛的好榜样。 让大众对你这个学佛念佛有一种信心, 让大众能够对你做这个念佛的一个楷模,一个模范。 主要能够帮助了一切众生,包括我们的周围的人, 我们的父母,我们的儿女,我们的先生,我们的太太, 或者我们的这些家庭建树,让他们能够得到利益。 这个就是第一个的意义,我们为什么要来庆祝弥陀的圣诞。 第二个就是说,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弥陀的圣诞。 因为阿弥陀佛太慈悲了。 他辛辛苦苦把十方,把这个西方籍的世界建立之后, 供养给十方一切众生, 让十方的一切众生能够到这个地方享福,享受。 第一个享受的就是,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 为什么要离苦得乐呢? 因为这个世间太苦了。 为什么会苦? 因为这个生命太脆弱了。 大家有没有去观察到,我们的生命真的很脆弱。 说倒就倒,说病就病,说老就老。 最可怕的就是,说死就死,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改变他的。 真的啊,佛告诉我们,无常就是苦。 这一秒当中,可能有死亡的来临,我们没有人能够知道的。 像师傅啊,常常啊,有一些看到,比方说很多次, 哎,下午刚好好在聊天了。 明天早上,说到电话,说已经,他已经往生了。 明明往上我们大家欢欢喜喜在吃饭,哎, 突然间听到,回到家里,中风,跌倒,送到医院走了。 很多事情啊,常常我听到这样的事情。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,哎,世间是苦。 今天我们来庆祝阿弥陀佛,提醒自己, 将来我离开这个世间,我要离苦得了。 我要庆祭阿弥陀佛,我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,才是真正的离苦得了。 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庆祝弥陀的圣诞。 第一个原因,就是要知恩报恩。 报答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慈悲,对我们的贡献,对我们的供养。 而第二个呢,那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,你一定要修,你不修,你是没办法得到的。 这句名号的功德,有这么大的功德不可失忆。 但是,如果你没有好好修,这句名号的功德你是得不到的。 所以,第一个,让我们知道知恩报恩,让我们知道弥陀名号的慈悲,真的不得失忆的。 这个叫做,我们做一个庆祝。 那问题啊,很多人问啊,释迦牟尼佛介绍阿弥陀佛的时候,在经典里面没有记载。 阿弥陀佛哪一天圣诞,他都没有记载啊。 为什么突然间今天我们每一年在11月,17日,都会来庆祝弥陀的圣诞呢? 为什么呢? 有没有人知道啊,因为很多人都会有一种误解,这个阿弥陀佛没有,释迦牟尼没有说清楚啊,这个圣诞是从哪里来的? 像观世音菩萨,他的成道日,他的圣诞,像地藏王菩萨,他的圣诞,他一定有根据的嘛。 那阿弥陀佛的根据的生日是从哪里来的呢? 其实啊,他的这个圣诞是采取永明眼朔大师的生日。 永明眼朔大师呢,是我们净土中第六代祖师,在法言中是第三代的。 那为什么要采取永明眼朔大师的生日呢? 因为永明眼朔大师是阿弥陀佛在来的。 那有什么根据呢? 这个很重要的。 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呢,如果听到这个问题,你就能够懂得怎么解答。 因为不然的话,有人会毁谤,批评你们净土法人啊,会创造这些,这些故事啊,来给我们啊,讲故事,来给我们啊,讲一些让我们啊,不相信的。 那这个呢,你要给大家说明。 那永明眼朔大师呢,为什么呢? 是阿弥陀佛在来,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。 永明眼朔大师啊,他出生在五代十国那个时代。 啊,五代十国这个时代就是说,正当常朝要灭亡的时候,就是到宋朝建立国之间的一个乱世。 就是这个时间很乱,这个时代很乱。 所以永明眼朔大师啊,生在那个时代。 那在这个时代呢,有一个国王,名叫做叶王。 那永明眼朔大师是叶王的老师,是国师。 那有一天,叶王啊,他想,我想要开一个法会的,就是吴泽大会。 吴泽大会就是说,打千生哉,什么叫千生哉呢? 千生哉就是请一千个人法师来接受供养。 请这些一千个的出家人来到这个皇宫,来接受皇帝的供养。 那只要出家人,皇帝,一律,平等,来供养。 虽然平等供养呢,但是,在这个法会当中, 他的排摄的座位,总有上下座的这个分别。 就是讲,有这个首席这个位置,就是特别的贵宾。 而这个位置呢,谁来坐呢? 当然皇帝的老师啊,皇帝的老师是谁? 就是永明眼朔大师啊。 所以大家一进来呢,没有一个人能够敢坐的。 很多人说,永明眼朔大师,你是皇帝的老师, 你要坐下来啊,永明眼朔大师不肯坐耶, 很谦虚。 所以每个人在那边推推拉拉的, 你推我,我推你的,没有一个人肯坐。 突然间,来了一个胖胖的, 大耳朵的和尚, 穿的衣服又破破烂烂的, 突然间啊,坐在这个首席的位置。 坐在那边,突然间啊。 既然你们大家不想坐, 我就自己坐吧。 一般你想一想, 如果今天有人请你请客, 做婚姻, 有这个首席的位置, 本来要给这个贵宾坐的, 突然间啊, 没有人请你啊, 你突然间坐在那个位置。 人家是怎么说你的呢? 破脸皮。 所以啊, 这个长耳朵的和尚就坐在那边了。 那法会结束之后呢? 这个五叶王就问, 有名野兽大师, 有没有四人今天来参与呢? 有名野兽大师说啊? 有啊, 你想一想, 办这个千生灾会啊, 这个福报很大, 不是每个人能够做得到的。 你共生你的福报金很大了, 你又举办千生会, 那个福报更大。 那个福报真的很大了。 如果在这个千生灾会啊, 如果有圣人来参与, 那这个福报更大。 他又问有名野兽大师有没有呢? 有名野兽大师, 有啊, 这谁呢? 刚才那个, 就是刚才那个穿的破破啦啦的, 长耳朵的那个和尚, 坐在那个首席的位置。 那个五叶王听了之后啊, 很开心了, 就问那个是谁呢? 他就是定光古佛在来的。 所以这个五叶王啊, 很欢喜, 派人啊去追悬, 这个定光古佛住在哪里? 最后找到了, 住在哪里? 山洞。 然后这些派的人呢, 就请这个定光古佛啊, 皇帝请您老人家, 到这个皇宫来接受供养。 但是定光古佛呢, 没有讲话, 只讲了一句。 讲了什么呢? 他说啊, 弥陀饶舌。 什么叫做弥陀饶舌? 弥陀饶舌就是, 阿弥陀佛多嘴啦。 你把我的身份泄露了啦, 所以我不得已要走了。 所以当这个定光古佛讲完之后呢, 他就入涅槃了, 就延及了。 这些派的人呢, 他心里很难受, 定光古佛已经延及了。 后来呢, 其中一个人在想, 有名眼塑大师说, 这个破破烂烂的, 这个长耳朵的这个和尚是定光古佛, 而定光古佛又讲弥陀饶舌, 这个弥陀饶舌是谁呢? 弥陀饶舌就是指有名眼塑大师。 所以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呢, 非常的欢喜, 回到要跟皇帝报告, 说啊, 有名眼塑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, 而定光古佛已经走了, 虽然皇帝很失望, 很难过, 但是想起, 有名眼塑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, 非常的欢喜, 匆匆忙忙要去见有名眼塑大师, 突然间, 有一个人进来报信的, 匆匆忙忙, 张张慌慌的, 皇帝问他, 为什么张张慌慌的, 他告诉皇帝, 有名眼塑大师已经走了, 已经远及了, 所以尊敬的随同修大德, 从这个公案来看, 所以用这个永明眼塑大师的生日, 来作为阿弥陀佛的圣诞, 就是这个因缘, 就是这个原因, 所以尊敬的随同修大德, 从这个故事来看, 有一桩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, 哪一桩事情呢?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, 叫做凡圣同修徒, 很多佛菩萨都在跟我们在一起的,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, 他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的, 只是你们不知道啊, 那为什么你们没办法受到感应呢? 像阿弥陀佛, 其实都在跟我们在一起, 天天跟我们在一起, 观世音菩萨, 大师之菩萨, 十方诸佛如来, 释迦牟尼佛, 文书普贤, 都是跟我们在一起的, 那为什么我们没办法感受到这种的感应呢? 因为你众生难度啊, 回不了头啊, 为什么难度回不了头呢? 因为你的内心充满的自私自利, 因为你的内心充满的明文力量, 贪嗔是漫语, 充满的欲望, 所以没办法跟佛菩萨感应的, 那要怎么样跟佛菩萨感应呢? 你要修, 怎么修呢? 修德, 这个德是什么? 就是清净心, 就是你的真诚心, 就是你的恭敬心, 你能够用恭敬心的念阿弥陀佛, 你用着真诚心的念这句阿弥陀佛, 用清净心的念阿弥陀佛, 你就能够跟阿弥陀佛相应了, 你就能够跟诸佛菩萨相应了, 所以今天关键我们念佛, 为什么不能得力? 不在意佛菩萨, 关键在于我们自己, 像我们今天打佛意, 你坐在那边, 你可在念阿弥陀佛, 你的心在想什么呢? 你在想什么? 有没有想阿弥陀佛? 一半一半, 一半一半想哪里? 想外面的事, 都是这个啊, 等一下几点吃饭, 晚上几点要聚会, 等一下打电话, 等一下要跟谁讲话, 就想这些东西, 所以你念的佛不是真诚心的佛, 你念的你是遗忘的佛, 所以我们没办法跟阿弥陀佛相应, 得不到阿弥陀佛的加持, 无法露天的亚加的互念,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, 所以尊敬的, 所以同修大哥, 我们这个世界呢, 真的, 你要赶快回头, 因为这个世界太苦了, 你要赶快回头, 怎么回头, 你要觉悟, 这个觉悟从哪里来的? 你对一切事, 所有一切万法, 无论你怎么样的追权, 无论你拥有什么样的东西, 包括我们这个身体, 包括我们所有的东西, 你所得到的, 总有一天, 他会离开我们, 他是无常的, 明白这个无常, 你就能够觉悟, 觉悟之后, 你才懂得,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, 人生是苦, 苦在哪里, 你就明白了, 所以尊敬的追同修大德, 希望你们今天在这里念佛, 主要的就是要你修行, 佛法没有经过修行, 你是没办法得到佛法之妙, 佛法的快乐, 佛法的解脱, 佛法的自在, 一定要修, 经过修行, 你才能够得到, 像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, 你本来有记足五量五边的福报, 五量五边的智慧, 五量五边的才能, 五量五边的得意, 但是, 如果没有经过修, 你是没办法显出来你的智慧, 你的福报的, 那修要从哪里呢? 从五界, 从这句名号, 从放下, 从舍, 从慈悲, 从这个地方, 我们慢慢的学习, 看人要欢喜, 看一切事不计较, 看一切人, 你能够欢喜心, 慈悲心, 那你这样的生活, 比任何人更幸福, 不要给自己压力, 给自己烦恼, 因为这些都是带不走的, 不要过于执着, 不要过于, 对一切事, 对一切人, 对一切物, 斤斤计较, 总有一天, 我们也带不走, 这个就是简单的给大家说明, 介绍, 今天我们福音最大的原因, 就是因为要庆祝, 这个阿弥陀佛的圣诞, 还有等一下, 我们大家也要庆祝, 我们每一年的, 就是圣诞节啊, 元旦啊, 庆祝, 欢迎这个2022年, 把这个2021年送走,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, 那你要好好修行, 你要好好修福, 有福报, 你在这个世间就过好一点, 人没有福报啊, 在这个环境啊, 你生活也很苦, 身体不健康, 做什么样的事情, 没办法称心如意, 看到人常常不顺眼, 不顺心, 这个就是什么呢,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, 把这个福报, 经过你的智慧, 那你在这一生当中, 活得很不错, 活得都很好, 今天啊, 简单为大家介绍, 这个弥陀圣诞的由来, 主要性的意义是什么呢, 就是要报恩, 报恩, 然后第二, 见识齐全, 想一想阿弥陀佛, 今天已经成佛了, 将来我们也能够成佛, 就是这个意义, 今天啊, 简单来给大家说明,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, 请大家多多批评, 祝大家老实念佛, 祝大家身体健康, 我们啊, 将来啊, 有元件, 能够跟大家在西澳, 伙师, 金钟学会, 大家聚会一处, 聚会一起, 好, 一起来念佛, 一起来聚会, 谢谢大家, 阿弥陀佛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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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overs, 阿弥陀佛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